就是从真言书我们到传道书 今天我们要来看传道书的第二章 我们的主题 我就想说真的喜乐唯有从神而来 或者是生命的源头真的就是在神那里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在读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 跟牧师昨天分享的差不多 很像都一样 但是当我在读到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人物 他叫亚列三大 亚列三大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帝 一个国王 他30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然后也被荣誉为最成功的军事家 统帅 然后他据说说 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他打过多少仗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讲他没有打过败仗很厉害 可是他一年早逝 在他要死之前 他有一个三个医院 那三个医院 他三个的吩咐是这个 就是亚列三大在临死前 有三个吩咐 他吩咐他的仆人要做这三件事 第一就是讲说 他死的时候 他的棺材必须是有最厉害的医生抬回去 然后第二 他的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 沿路必须撒满宝石 然后经营财宝 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双手 必须放在棺材的外面 让大家都看得见 然后亚列三大的大帝的 他的手下 他就非常疑惑 其中一位就握着他的手 就问他 亲爱的国王 你说的 我们一定会遵照实行 但是能不能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要有这三个吩咐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亚列三大回答什么 让医生送我的棺材 是想让大家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 包括他的 他要失去生命 没有任何的医生 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 他们不能够从死神当中 夺回性命来 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 在去墓园的路上 杀满黄金 是想告诉世人 即便即使他赚了 再多的金银财宝 他堆积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到了死亡那一刻 他什么都带不走 追逐财富 到最后也是一场空 就像传道书所讲的 至于他的双手 散录在棺材外面 是想让人知道 他是双手空空来到世界 最后他也是 双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亚烈三大的这个一生 他的这个最后的三个遗愿 就好像传道书中 说赞叹 是感叹的 好像昨天传道书第一章 第二节说什么 他讲虚空虚空 什么都是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罗魔王赞叹 生命好像虚空 好像不风 不管你一生有多么高的权位 多么弱的荣华富贵 最终还是要走向虚空 要走向的一个就是死亡 也不管我们的科技如何的发达 然后医学如何的先进 思想如何的聪明 似乎呢 所罗魔王跟亚烈三大呢 都感到得到同样的答案 就是讲呢 好像都是虚空的 然后在第二章的这一章里面呢 就是所罗魔王年老的时候 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呢 他领悟到了三个生命中 麻木所追求的事情呢 不能够满足人的心 所以呢 他也是讲虚空 然后呢 他讲些什么呢 他讲第二章呢 我就帮大家整理出来 他就讲 追逐财富 财富享乐都是虚空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他讲说 所罗魔王讲到 他曾经如此的尝试 去试着追逐成功 喜乐 追逐这些欢笑 喜性 然后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讲 我用酒啊 用喝很多酒 有让自己的情绪 像兴奋 然后呢 他又有很多的 像园林啊 就是可能他建造 他自己的皇宫 多么的辉煌 多么的漂亮 然后有很多的那些 侍奉他的仆人 有精英财宝 有娱乐 有专门娱乐他的那些娱乐团队 然后过后有很多的妃品 这一切的财富享乐 然后呢 第二章的一到第十一节都告诉我们是虚空 所罗魔王他尝试去追求 试着以这些物质跟精神上的享受呢 来得着满足很美好的生活 但是呢 这一切没有给他真正的幸福快乐 他最终还是觉得说呢 生活仍然是虚空 没有得到满足 然后呢 第二呢 他讲什么呢 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 他这么讲 智慧愚昧都是虚空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 因为呢 所罗门看到 看到什么 他讲以智慧形式 结局 跟愚昧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 最终呢 他们都要面对的就是死亡 所以他讲什么 他看见世人以智慧形式 可以 不是讲没有 是可以得到暂时的益处 是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暂时的益处 但是呢 智慧人跟愚昧人 同样 如果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呢 在面对 这个 我们讲面对疫情的时候 当面对一场疾病的时候 不管你有多少的智慧 面对病毒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我们会很难的 逃过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一切呢 在所蒙蒙的眼中 他讲说 哎呀 追求智慧这些都是虚空的 然后呢 第三个 他人生的体验 体验到这什么呢 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他劳碌一生 都是虚空的 他所劳碌所得到的呢 在这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他说 他劳碌所得到的 却留给 那些未成劳碌的人 这个很像我们 这个亚洲人 跟西方人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亚洲人呢 就是很努力赚钱 很努力的 为着下一代的 生活来造想 是好的事情啦 但是呢 但是我们 却不像 很像西方人 他们讲说 他们长大了 就要让孩子出去独立 然后自己过生活 他们很像 不管他们的生活 生死 可是他们学会独立 但我们呢 当我们很像 一直这样子 自己的孩子 下一代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知道呢 是好还是不好 到最终呢 他们是否 能够成才 到最后呢 我们所劳碌 所罗门王这边讲的 传道书 他讲 他劳碌一生 这么努力赚的 到最后呢 他留给 这些未成劳碌的人 也不知道他们 会不会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用 所以他终结 这一切都是虚空的 人的劳碌 圣经讲 人的劳碌 若不是为神而做呢 就没有永恒的价值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如果我们做些什么 不是为神而做的话 不是从心里 向着神而做的话呢 最后呢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跟所罗门王 讲的是一样 然后然而呢 他讲 一直讲虚空虚空 究竟虚空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在传道书 常常你会看到虚空 然后呢 我就讲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他的解释是什么 虚空的解释呢 原文呢 他的叫做 希伯来文叫Hebo OK 在传道书呢 你看 当然在传道书 他出现了三十七次 他的翻译呢 就是 就是 蒸气啊 烟 然后呢 白费力气 可是我们翻译的时候 英文哦 翻译叫做什么呢 华文虚空 我们不懂叫什么 英文呢 叫做 Meaningless 有些英文版本 他翻译成 Meaningless 那我们去思想 真的是 Meaningless吗 真的是没有意义吗 烟 跟这个 呃 真七呢 我们来看哦 烟哦 我们来思想 烟呢 看得见 他不是 看不见的事情 他是看得见 但是呢 他是却抓不住的 他能够呈现 一刹那 但是呢 他就是 你要 你想要抓住 他 他抓不住 我们看烟 你可以用烟哦 呃 创造不同的 形状出来 有些人可以用烟 打造不同 很美丽的东西 可是呢 他只能够 出现一刹那 你看得见 可是呢 却抓不住 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所拥有的智慧 我们呃 所劳碌 所得的 享受 我们所呃 可以看到 这一些的好处 我们可以 享受 这一些 我们所劳苦 所得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一样呢 能够被你 跟我抓了 我们的智慧 我们所 赚的这一切 我们不能够 轻轻的抓住 不能够陪伴我们 走一世人 就是直到我们 见主耶稣里面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 陪伴我们 所罗文跟 亚历三大都这样子 然后呢 人生所追求的 所有得到的当下 或许我们 可以看得到 得到 想说 但是最终 不能够 使我们 所以 所罗文王要讲的虚空 可能不是真的是 meaningless 而是呢 它让我们 有一个感觉 这样子究竟 是什么 疑惑 让人家 废解 就是呢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人 我们看见 我们所追求的 到最终呢 却使我们 感觉到疑惑 我以为 这个会使我快乐 我以为这个东西 能够使我 更加的满足 到最终 我们 得到了 又不开心 得到了 还不满足 你看人心 他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人心很像 蛇吞象这样 蛇这么小 吞下一只象 就一定称实 我们的欲望也是 我们得到了 可是很像又不够 又要再拿 又要再 找更多 找更多 然后呢 当我在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在以前 我从前读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所写的 他讲 为什么 我们人 感觉到 不满足 心中没有喜的 他里面有一句话 叫什么 Unless you assume a God The question of life purpose is meaningless 就讲 我们人生 除非我们真的 要相信 有一位神 这位神呢 祂才是赐给我们 生命 一一盼望的神 一切 利用姐妹 我们人生的一切 都是 从神 开始 你跟我的一切 我们要从 根本 来 开始 当我想到的时候 我就去看 在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所写的 这本书 他讲说 一切 都是从神 开始 我们是被神 所造 也是为了神 而被造 除非我们 明白这一点 否则呢 人生 不会具有 真正的意义 阿妹 玛丽雄姐妹 真的 除非我们 要 当我们看 传道书的时候呢 在旧约 这么聪明 的 王的面前 他拥有 这么多 我在想 我自己可能 在一生 不可能 得到他的 百分之一 这么厉害 但是呢 拥有 这样多的 世界上 这么多 荣华 富贵 权柄 的王 他竟然 一切都是虚恐 他在老年的时候呢 反省 这些人 就说 他竟然 一切都是 大人疑惑 我以为 这个可以让我开始 但是没有 我以为 有很多的老婆 让我开始 但是也不是 我以为 有很多的钱 让我开始 但也不是 他对生命产生 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呢 我们的生命 从常常都是 以自我中心的一态势 而不是以神来态势 就是为什么 世界上 当我们去寻求 这一些事物 来满足我们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最终 所落到的 落到的 就是一个失望 或者就是觉得 还不满足 因为呢 我们的起点 错了 我们的起点呢 是从自己来开始 我们就常常问 我要做些什么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要选什么 我们都设立 这些可能都是好的 我所要讲的 就是我们会设立 一些目标 我们有一些愿景 我们有一些理想 但是呢 这一些东西呢 都是呢 从我们自己 为出发点 都是从我们自己 想要的 去开始来追求 当我们这样子 做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 不会发现到 我们不会真的 享受到 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的心中 不会有真正的喜乐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 我们不是自己 创造自己的 而是我们是被造物 当我们是被造的时候呢 一个被造物 不可能 从自己的 价值 自己的身上 找到 为什么他被造的原因 我又记得一首歌 他叫做 我们心中 曾有一个孔穴 唯有神能够填满 我们的心中 唯有神 能够填满 除非 我们从神开始 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 最终 就会 真的走向 没有意义 这样 然后呢 有很多人呢 他们尝试用 从 那个 self actualization 就是自我反省 自我意识 开始呢 来去寻找 到底 他们要 追求的是什么 可是呢 这也是突然的 因为呢 当我们 随着我们自己 圣经讲 随着肉体 去做的 随着我们的人 自己开始去寻求的话呢 最终呢 也是影响死亡 我们在外面看很多书呢 很多的书都是告诉我们 自己帮助自己 从看自己来 想要设立的目标啊 那些 Empire 就是呢 我们要 看着很好的 很高的目标 我们要 有几率 这一切都是好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离开了神 如果离了神呢 这些呢 都不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日本呢 这个self help 能够帮助 就是自我提升的书呢 能够帮助你找到 完成你人生的意义 有一个学者 他就是在这个 这个大学者 Norton University 然后呢 他就是 Illunus University 这个 这个学者呢 他就发出了一个问题 问了250个的 这个当时的作家 当时的这个哲学家 当时的科学家 他问他们 人生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 他问 他发出去这个问卷 他问了 这当时最聪明的 那个时候的人 他问他们 这些智慧 有知识的人 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过呢 他就 他就回应了 那些人回应过呢 他就把那些人 回应写下来 他讲说 很多人的回应 他们讲说 我们只能够猜想 我们只能够猜 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 真的知道 人生究竟为了什么 可是呢 当我们 当我们认识神的人 今天呢 我想我的主题是 真的洗了 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呢 是从神而来 因为呢 认识神的人 若我们今天也落入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找寻许多的书 自我提醒的书 是很好 我们去找 我们去看 能够我们学习到的 但是呢 若我们都是 以自己的 这个心愿 想要达到的 我想要做成这个 我想要追逐这个 我就想说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成就多少 我们能够追逐多少 我们最终 真的比得上 所谓王吗 如果我们真的 比不上他的话呢 我们最终 也是可能 他已经是这么厉害 他仍然讲说 离了神 我真的什么都不能 离了神 真的 他告诉我们说 什么都不能 那我在探测的时候 他讲的传道书的此节 有一节的经文呢 非常重要的经文 就是在十二章 第十二章 他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讲说 这一节经文呢 就是呢 传道者 所要讲的 第十二章 他讲说呢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 所当敬的 本分 第十二章 第十三 第十四节 敬畏神 这是人 所隐藏的分分 一切从神开始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所追逐的 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 我们是以自己 来开始的 我们在追求 这一切呢 最终呢 都会影响 灭亡 都是没有意义的 OK 然后呢 他讲说 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五节 他就让我想起 因为在今天讲说 耶稣讲的这句话 他讲什么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会上吊生命 而凡为我 上吊生命的 会得着生命 人若赚了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 因素呢 人若赚了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 自信命 又有什么 因素 是值得我们来 反思的一个问题 女佣姐妹 当我们在 这个 花花世界里面 我们称呼 我们有自己的 愿景 我们自己的梦想 但是呢 若我们没有 开始 来 审查自己的话呢 最终落入 说我们往他反省 他到最后呢 醒悟过来的这一段 真的 就是警醒 警惕我们今天的人 讲说 要好的思想 他讲 世间上 他追求的财富 虚幻 到最后 都是恐 让他产生疑惑 在各方面 我们 如果没有依靠 耶稣的话呢 我们没有 真正的 把永生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只是在 这个世代当中 在追求 我们觉得 到最后 当你立世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会像 亚列三大一样 我们觉得 我真的带不走 任何东西 而今天呢 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传道者呢 传道书呢 告诉我们这一切 刚刚我所说的 第十二章 他讲说 敬畏神 是我们人当今的本分 我们看这些 都没有什么重要 到最后呢 是敬畏神 而让人 怎么是敬畏神呢 敬畏神 我认为就是呢 不管是我们生活 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 圣在掌权 我们要知道 不管是好事发生 还是坏事发生 罗马书8章28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神掌权嘛 万事都互相效力 敬畏祂 祂是神 祂来带领我们 祂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 今天呢 能够来看 透过这个传道书 第二章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 把神 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 一切 从祂开始 我们才会找到 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快乐 而呢 这个也是我今天 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让我们去思考 你应该去思考 两个问题 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来考虑 你真正的 生活的意义 你的价值呢 是因为你所拥有的吗 给你价值 还是因为 你有跟耶稣 建立一个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当我们人生 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你的人生 走到尽头的时候呢 有什么 是你能够夸口的 是你所拥有的财富 你所拥有的 所建立的这一切 还是 你所拥有的 与神之间的关系 留下在世界 神福音的种子 我读那个 七个有效能人士的 这个习惯的这本书当中呢 它告诉我们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课 我觉得是大家 我们都应该可以做的一个功课 就是呢 今天 在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之前呢 我们需要反省的 就是呢 你希望来到我们上里 前面的人 会怎样 讲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所以 同样 今天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智慧的人啊 他讲 真的离了神 不能说什么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有神的人 今天你是认识神的人 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呢 我们更应该来反省这几个问题 什么是你人生值得骄傲的 什么是你给你人生意义的 而你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呢 你希望 人怎么样的来 在你 可能在上里的时候 都会有人上去讲一些 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希望人讲一些什么 因为呢 若我们为着 今世奔波劳碌 只要赚取这个世界的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丧掉生命 但是唯有 当我们真正的知道 神是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呢 神是我们的一切 就像昨天牧师说的 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 知道 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喜乐是什么 Amen 好不好 我们这时候呢 花一点时间来祷告 我们下来祝福